我在今年益川岸宣布了加强版的研究配套,相信大家在过去几个月都有说到个别补助。 至今,全球经济继续放慢,新加坡也不例外。 通货膨胀的情况虽然有改善,但是过去几年相比还是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。 最近公布的杂费、公共交通费和水费的上调,让国人感到担忧。 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也谈到生活费的问题,并且问了财政部能不能提供更多的研究。 我们在认真探讨后,决定推出11亿元的研究配套,减轻国人生活费的负担。 我们会在今年12月份,发放高达200元的特别补助给大约250万国人。 加上之前宣布的特别补助金额,符合条件的国人将在12月份总共能获得高达800元的现金补助。 我知道,邻里购物券非常受欢迎,几乎所有的家庭都领取了今年的邻里购物券。 在已经被领取的购物券中,大约87%已经被使用了。 很多人也反馈希望政府能发放更多。 我们听到了大家的心声,决定发放更高额的邻里购物券。 所有新加坡家庭会在明年1月份获得额外200元的邻里购物券。 加上之前所宣布的每个新加坡家庭将在2024年总共获得500元的邻里购物券。 其中的250元可以在邻里三家和小贩中心使用,另外的250元可以在超级市长使用。 大家可以从明年1月3日起领取2024年的邻里购物券。 除了现金补助和邻里购物券,政府还会提供公共交通补助券以及更多的杂费和水电费回复。 虽然现在的经济环境充满着不确定性,但是政府会继续在有困难的时候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国人分与同舟,一起度过难关。 谢谢。